第1036集 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要是战斗的时候 对方拿着里面的东西 岂不是直接可以让老王彻底失控 瞬间被杀 这东西无论如何都要拿到 拿到了也许对老王有大用 拿不到那也要毁了 这玩意儿不毁了 老王下次遇到了 那就等死吧 强者 方平想了想 看向血树道 你之前说 此地才是真正的地坟 这么说 地宫中有地级强者师身 血树肯定道 地宫就是地坟 也是地坟力量的来源 维持地坟屏障之地的力量 血腰形成的力量 无等修炼的能量 都来源于地宫 地宫和地坟是一体的 这些能量也来源于诸位地尊师身 从中抽取能量 维持整个地坟运转 迅速说着又道 不过 这些年下来 地尊师身力量 也快被抽取一空 当年剑术一族叛乱之时 还想勾结混乱 地师作乱 却不知 地师早已消耗巨大 力量百不存一 根本无法破除主人封印 混乱地师 就是和血腰类似 这些地师 好像诞生了 微弱的意志 不过 思绪混乱 再等一些时日 地坟筹取完 这些地师力量 他们就会 彻底崩溃 方平微微点头 接着又问道 地宫中宝物很多吗 我们进去了 那岂不是随便呢 雀术好像在笑 虽然植物没情绪 可这一刻 还是感觉带笑道 主人留给贵客的 贵客才能拿走 若不然 贵客要强行拿走 只会引起一些祸断 方平没说话 摸了摸下巴 看向前方的血红色宫殿 连锅端了 这宫殿能一起带走吗 什么端锅不端锅的 方平压根不在意 不过这宫殿恐怕不小 方平粗略看去 高度不低于二十米 长宽都有两三百米 整体体积恐怕有百万立方了 这么大的东西 他的储物空间可放不下 方平忽然又有了疑惑 问道 当年摩地被人围攻 他怎么把地宫带到这儿的 这么大的地宫 莫问剑说是从天界带来的 那他平时放在哪儿 这个问题让血树有些卡顿 这人关注点为何总是如此特殊 正常人会关注这个吗 一个地级强者留下的宫殿宝物无数 会有人关心宫殿怎么来的吗 血树尽管卡顿了一会儿 还是回道 此物乃天界质宝 寻常手段无法收取 不过此宝可存入三交之门 主人西年便是将此物 纳入三交之门中保存 方平一脸兴趣道 那怎么收取啊 血树这一刻忽然觉得有些不妙 想了想提醒道 此宝和地坟相连 和紫盖山相连 主人将此宝和紫盖山封禁连接 无法收取 无法收取 方平一脸的不信 东西既然能放在这儿 那就能带走 当然 相连他是信的 当初在玄德洞天中 那些建筑也和整个封禁相连 他也没办法拿走 可当初是当初 那时候他实力不够 现在他实力不弱 墙拆了 也未必会被禁止反击击杀 方平将这事放下 又道 你们这边还有多少妖职 实力如何 贵客此意 方平平静道 在这儿有些混乱 气急不明显 我得问清楚了 你们要是很强 我们进了地宫 你们在外面把我们包围了 那不是找死吗 先判断一下你们的实力 觉得你们无法围杀我们 我们才会考虑进去 说着 方平笑道 可别骗我啊 我这人别的优点没有 对危机感应能力还是不弱的 你说清楚了 咱们敞开了他 彼此都轻松一点 我这人啊 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 这位树兄觉得如何 血树沉默了片刻 精神力回应道 地血树一族 除小妖之外 还有十八位 实力如何 方平追问 确实再次考虑片刻 本原精 算上小妖 共有九位 其他皆是金身精 十九株妖枝 同一个种族 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少见 十九位 九位本原精 这比例更是吓人 这么说 算上当年被杀的 这里原本是二十位 还是说更多 当年其实也死得更多 这株血树 方平大致判断了一下 他感应的不是太清晰 实力可能介于 本原六七段的样子 不算弱了 是最强的还是一般的 方平再次询问道 树兄 你有名字吗 是地血树一族的首领吗 小妖名为地月 并非地血树一族族长 族长当年因剑树一族叛乱 追杀剑树族长 受伤而归 至今未遇 一直在前修 方平环顾一圈 在地宫后方 好像有一片森林 方平指着那边道 那边是你们平日前修的地方 不错 主人西年再次开辟了一片道场 供我们修炼所用 无等一开始并非妖族 树木不成精 自然不算妖族 地血树一族 一开始并非真正的妖族 只是寻常的树木 不过他们当年受地尸影响 吸纳了不少地血 之后才渐渐有树木开启了灵制 开始修炼 才有了地血树一族 方平好像是个好奇宝宝 又指了指树干上挂着的果子 笑道 这是什么果子 地血树好像有些受不了他的目光 树干微微偏移了一下 半上才道 无等称之为地血果 有何作用 可以送我们一颗尝尝吗 当这妖族的面 说要吃他的果子 这是很不礼貌的 有些妖族你说起这个 能立马翻脸 血树好像在纠结 又过了一会儿才到 地血果 乃是无等吸收地师能量所化 也是无等道国所在 恐无法赠予贵客 不过地宫之中宝物无数 别太在意 我就是这么一说 对了 你们地血树一族储存的生命精华 好像和一般的妖职不一样 蕴含着地级强者的一些威能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作用 血树这次压根不回话了 有些事都涉及到 他们自身修炼的秘密了 方平却是自顾自道 吸收地级强者的力量成长 不会吸收了他们的生命本源吧 潜移默化之下 这些地级强者本源 会不会夺赦 夺赦按说是不存在的 可当一个人的生命本源被改变 那就不同了 和本源契合 那就不存在排斥的问题 别说 这好像也是个办法 那些陨落的地级强者 是不是有着想法呢 树兄 你们地血树一族 有人被夺赦了吗 血树这次不能再沉默了 回答 鬼可多虑了 此事是不可能的 这些帝尊 死亡之时 本源已经溃散 若是没有溃散 也就不会死亡了 现在残留的 只是一些意志 若是生命本源还在 那就不会陨落了 好像也是 血树好像真的有些不耐烦了 语气略显烦躁 传阴道 诸位贵客 血要抵挡不了多久的 主人留下之物 贵客可去自取 如此一来 主人当年留给地血树一族的任务 无等也完成了 对主人有了交代 此次之后 地坟恐怕无法继续存在 无等也许会离开地坟 主人任务未完成 地血树一族 也不敢不顾主人之令 贸然离开此地 还请贵客体谅一二 方平没理他 看向前方的红色宫殿 宫殿很安静 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 从高空中俯瞰 甚至可以看到宫殿中的一些情况 说是宫殿 给方平的感觉 却仿佛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 他好像看到了一片农田 一片菜地 宫殿有正门 门是关着的 这是莫问剑从天界带回来的 也不知道西年是谁的居所 不过一件可以存入三郊之门中的宝物 要知道三郊之门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进入的 存入三郊之门中的东西都是半虚半实的 比如神兵 比如精神力具现物 这座宫殿最少也有神兵的品质 这是指整体 一件如此巨大的神兵 比黎安那家伙 那个神兵宫殿 都要高档得多 方平余光看了一眼王金阳 老王这时候脸色惨白的厉害 捂着胸口直喘气 李寒松正在扶着他 以防他从空中坠落 进去 那是肯定要进去的 方平既然来了 也不会含糊 不过这个所谓的地穴树一族 方平可不是太放心 一群和谐长大的妖族 真的有那么好说话吗 莫问剑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留下了宝物 这些妖族真的不动心吗 为何没娶 要说不敢 怕 怕个几百年就算了 这都多少年了 是真的怕 还是莫问剑其实中途回来过 他们不敢有异动 诱惑者 进不去宫殿 可十九位强者九位九品 全力以赴 日日夜夜攻打宫殿 真的打不开吗 真要如此 这座宫殿 就是绝对的质宝 十九位强者无法攻破 这玩意儿拿到手 别的不说 若是能携带 那就是最坚固的堡垒 方平想到了很多 传音给李老头众人道 诶 诸位 现在是进去还是怎么办 里面什么情况 我们一无所知 关键外面还有十九位强者 不止地穴术 还有后面那些人 我们这要是进入 被困在了里面 那就是等死了 被围杀的概率极大 李老头传音道 听你的 这地穴术一族 不可轻信 但是东西在这儿 我们也不会放弃 听对方的意思 里面好东西不少 可能有治疗 孔宗师他们的宝物 对了 这地穴术一族的果子 有这样的效果吗 你见识多 这果子效果 感觉如何 还行 恐怕堪比风果那些宝物了 不过主要是增长气血 增加肉身强度用的 应该不是和精神力有关的果子 方平现在的确见识的多 大致判断一下 能看出点东西 地穴术的果子 效果应该比金生果要强的多 毕竟吸收的是地级强者 师身能量 这玩意儿给七品强者吃一颗 也许可以直接锻造完颅骨 进入八品 给八品吃了 也会迅速帮助对方锻造金身 不过对方平帮助 恐怕没想象的大 以精神力类的果子类比 这玩意儿堪比风果 金身五六段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可到了金身八段 那大概帮助就有限了 价值大概在两三千亿一枚的样子 关键这玩意儿多呀 光是这个地穴都结了八颗 方平刚刚数的 这要是其他九品地穴术都结果子了 九位 那可是七十二颗 虽然未必都结一样数量的果子 不过几十颗还是有的 那些八品的地穴术结果了吗 这玩意儿要是带回人类世界 华国很快会多一批八品中的强者 地穴术要是喊打喊杀 方平几人早就下手了 可现在对方一副 给你们送宝的态度 方平还真不好意思动手 唉 我这心地就是善良 不过 这些妖族真的这么好心吗 问了这么多问题 地穴虽然大多都回答了 可都避重就轻 回答的并不让方平满意 进吧 方平下定了决心 不能拖了 等后面人来了更麻烦 而且老王现在都快昏迷了 里面的东西影响太大 十九位强者 还未必是真的 方平脸色严肃了起来 传阴道 都小心点 我喊着地穴和我们一起进去 但凡有不对劲 先跟着他再说 众人都没意见 方平既然决定要进 那就进吧 何况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些 方平不再多说 看向血树笑道 地穴兄 那就一起进去如何 你好歹也是此地主人 比我们熟悉这里 地宫 你应该进入过吧 戏年主人还在之时 曾进入过几次 血树没否认 又道 魏克若是相邀 小邀自不会拒绝 方平点头 刚要落地 王金阳忽然喘气道 我问一句 你如何得知 我就是你们要等的人 不沉默片刻才道 气息 贵客的气息 小邀曾见过 就在地宫之中 所以贵客一指 小邀就认出了贵客 贵客到来之时 地宫也会微微有些颤动 如此情况 地宫树叶族都知 主人要等的人到了 你见过我的气息 王金阳脸色惨白道 是什么东西 不知 血树声音诚挚道 几年 几年主人还在 小邀曾在主人居所外感应过一些 可主人修起之地 小邀也无法进入 地宫树一族 只是主人用来点缀地宫所种植 所以 五等只能在宫殿之外等候 除非主人召见 否则无法进入主人修起之所 王金阳不再询问 一行人落地 一落地靠近了宫殿 宫殿给他们的感觉更加诡异了 正门上有字 方平不认识 方平不认识 众人都不认识 这应该是上古年间的文字 血树倒是知道 解释道 此宫非是主人原物 来自天界 名为战天宫 主人曾说 此物有主 名字就不用改动了 战天宫 方平挑眉 口气不小啊 神魔时代天界还在 战天 战天 这两个字算是大逆不道了吧 天是什么 在神魔强者眼中 那是大道 那是天界 那是大道之源 有人要战天 众人踏步上前 高大的殿门紧闭 血树此刻看向王金阳 开口道 尊客可上前推动 主人既然为尊下留下物件 尊客 尊客 定可开启此门 方平没理他 直接走上前推动了一下 大门 纹丝不动 方平想了想 力量加大 低贺一声 再次推动 还是纹丝不动 方平见状有些想转换气息事事 这时候王金阳上前一步 微微摇头 探手朝大门推去 之前纹丝不动的大门 在他伸手之际 微微颤动 接着 传出一阵轰鸣声 大门开启了 同样落地的血树 此刻躯干变小 苍老的脸颊再次浮现 有些异样地扫了一眼 王金阳 地宫开启了 就在地宫开启的一刹那 界域之地内围 公鱼子陡然看向地坟方向 战天地 真的来了 公鱼子喃喃 战天宫被开启了 之前那群人 真的有战天地的转世身吗 就在此刻 公鱼子忽然皱眉 看向玉海山方向 身影一动 下一刻 公鱼子出现在天宫尽头 眼前已经可以看到玉海山 玉海山中战王收敛的气急 此刻正在钻洞 公鱼子眉头紧簇 紫盖山和玉海山之间 是有个洞口的 这一点 战王之前就发现了 甚至和方平他们说过 上次战王钻洞 就差点钻到了地坟那边 这个洞口说起来 和妖剑客还有点关系 公鱼子好像看穿了对面 看到了战王在撅着屁股钻洞 面前戒壁微微颤动 很快化为透明状 师弟 真神之姿 钻洞是否不妥 关你屁事 战王同样传音 他和公鱼子虽然没怎么交流过 不过双方好像也不陌生 战王一边钻洞 一边传音道 我去看看我家俩小子 你别给我添乱 我警告你啊 你惹毛了我没关系 你惹毛了那几个家伙 等死吧你 大地有个屁用 莫文贤那小子现在来了 也小心点 别头击不成十八米 最后被人给弄死了 你恢复记忆了 公鱼子有些意外 没 战王继续在山壁内钻 骂骂咧咧的 不过有点影响了 我这记忆怎么回事 我也懒得追究 你们这群玩意儿 把我们弄成失意丢出去 必然有所图 不出意外 也许和一些人的身份有关 你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也许也知道 不过你们把我们弄成失意 大概是不想让我们提前说出来 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老不死的东西 居然明灭了我的记忆 要不然 老子说不定也成帝了 用得着百败修炼几百年 你们这群老不死的 自己等着后悔吧